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北京石油学院附属小学的沈老师 今天我们要在一起学习汉语拼音的新知识 老师想带大家去一个神秘而有趣的地方 你们快看 这里就是拼音果园 我们要在拼音果园里和拼音果园里 拼音音朋友们一起做游戏 你们准备好了吗 出发 你们快来看 这是我们之前学过的单韵母 你们还记得在读单韵母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吗 读单韵母的时候要读得重一点长一点 还要注意口型不变 我会读 我会读 我们要注意前音轻短后音重 两音相连 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拼读出两拼音节 请同学们快来试一试吧 我们的学书 你能读 你能读得说一说吗 我看到一位老奶奶在给小朋友们讲故事呢 老师 图上画的是一位老奶奶在给小学生读故事 小学生们听得很认真 是啊 是啊 秋天来了 小朋友们围坐在一起听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讲故事呢 你们看 同学们一个挨着一个坐 这里 I的读音中就藏着我们要认识的第一位拼音朋友 你们看他在这儿 你们注意观察 他和我们之前学过的单韵母有什么不同呢 对了 它是由两个单韵母组成的 我们把这样的韵母叫负韵母 现在请同学们观察老师口型的变化 听清老师的发音 看看你有什么发现 I I 我发现老师在读的时候 先是把嘴张得大大的 然后又变得扁扁的 这位同学观察的真仔细呀 我们在读负韵母I时 先要发第一个字母 阿的音 然后很快滑向第二个字母 一的音 要注意连贯 就像这样 I 现在请同学们跟老师读一读 I I 我们再来看插图 在老奶奶和小朋友之间 有一张圆圆的桌子 桌子上有一个小水杯 这里杯的发音中 就藏着第二个富韵母朋友 请同学们观察老师口型的变化 听清老师的读音 跟着读一读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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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位 第三位拼音朋友 就藏在小朋友灰色的衣服里 你们看 他在这儿 请同学们观察老师口型的变化 听清老师的读音 跟着读一读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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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现在让我们再来读读 这三个富韵母吧 I A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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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了三个新的富韵母 你们能把他们和我们之前学过的单韵母的读音 区分开吗? 快来读一读,比一比。 A I O A U V 我们的学习伙伴 已经能够把今天学习的 副孕母和单孕母 区分开了,真棒呀! 同学们, 我们都知道 孕母是有四声的 一声平,二声羊 三声拐弯,四声降 现在就请同学们跟老师 一起读一读吧!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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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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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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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也能自己试着读一读吗 这位同学读得真清楚呀 哎 同学们 你们快来看 这些副孕母打乱了顺序 你还能读准吗 哎 哎 爱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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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同学可真棒呀 孕母的四声都读对了 现在请同学们再来看看书中的插图 其实这三个父孕母的四声就藏在插图当中 请你们也找一找 试着像老师这样说一说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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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桌上有个小水杯 哎 哎 哎 奶奶坐着讲故事 你们也试着说一说吧 我看到一个小男孩坐在那里伸着腿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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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小孩伸着腿 我看见老奶奶戴着一条红色的围巾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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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围巾真漂亮 我看到小朋友们一个挨着一个坐 挨 挨 挨 小朋友们挨着坐 这几位同学可真棒呀 他们把父孕母的四声编进了儿歌里 这样我们就能很快读准他们了 我们都知道声调符号是标在孕母头上的 今天我们学习的父孕母是由两个单孕母组成的 声调符号该标在谁的头上呢 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故事呢 在孕母家族中有一顶会变声调的帽子 六个单孕母兄弟从来不会因为一顶帽子而吵架 他们有这样一个规定 如果老大阿在 声调小帽就给阿戴上 老大阿不在呢 就给老二哦戴 老二不在就给老三哦戴 一屋一起来的时候 他们两个兄弟特别谦让 谁在后面就给谁带 有的同学听了这个小故事 还给他编了一首小儿歌呢 我们快来听一听吧 有阿标阿上 无阿找欧阿 一屋都有标在后 学习了标声调符号的规则 让我们来挑战一下自己吧 你们看 这些音节中 声调符号该标在谁的头上呢 请听听我们学习伙伴的分享吧 波埃白第二声标阿上 佛阿发白发 试尾水 第三声 一屋都有标在后 所以标衣上 波埃背 第一声标阿上 水杯 和微灰 是第一声标衣上 四额色灰色 这位同学都标对了 老师可要给你点个赞呢 你们快来看 这又大又红的苹果上 还有音节呢 你们能试着拼一拼 读一读吗 可爱该特爱抬 可爱开 此爱猜 乐爱泪 拨爱背 破爱陪 可爱给 无爱为 和爱黑 特为腿 和喂会 都喂 都喂 吃喂 吹 自为 嘴 日味 锐 尸 为 水 这两位同学都拼读对了 真棒呀 同学们 那像这样的三拼音节 你还能拼出来吗 可无爱乖 可无爱坏 可无爱快 真棒呀 屏幕前的同学们 现在呀 老师想和你们来个接力赛 你们看 老师来读每一组当中的第一个两拼音节 你们来读第二个三拼音节 准备好了吗 我们开始 学习了三个新的附音母 让我们也来再看一看语文书吧 刚才我们拼读的这些附音母就在语文书当中 请你们自己也试着拼一拼读一读 好了 同学们 现在我们要把这三个附音母写一写了 你们注意 这三个附音母都是由我们之前学过的单音母组成的 它在拼音阁中的站位和之前学过的是一样的 但是请同学们注意 附音母是一个整体 写的时候要挨得近一点 现在请同学们看老师写一写吧 挨先写阿占中格 先写左半圆 再写书右弯 书写时要注意占满格 一先写数 再写上面的点 注意点不要写太大 A先写阿占中格 书写时注意从里面起笔 要占满格 然后写一 V先写乌占中格 先写树右弯 再写树 然后写一 好 同学们 现在就请你们 身坐正脚放平 注意握笔姿势 手离笔尖一寸 胸离桌子一拳 眼离书本一尺 请你们动笔把这三个附音母写一写吧 如果你写好了 就对照着大屏幕看一看 这三个附音母都写对了 就请你在本子上给自己画一个大大的笑脸吧 同学们 这节课我们学习了三个新的附音母 还学习了标声调符号的规则 课下请同学们多多练习 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儿 同学们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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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